同意呀,父亲让她被威,婚后容忍老公出轨,离婚后勇敢做自己。 说起最让粉丝们恨铁不成钢的明星,那么同意呀,一定榜上有名。明明美得不可放物,却自卑到极点。明明追求者甚多,却偏偏认定了陈思成这一棵歪博树。 老公传出绯闻后笑着原谅,还要为她打圆场。而这一切不幸,都和她父亲女人就要三从四得的教育密不可分。 佟丽娅到底为何卑微到陈埃里?她又如何在离婚后拥有了自己掌心的人生?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受起包佟丽娅的蜕变室。 佟丽娅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,父亲是音乐家协会副主席,母亲也从事着艺术相关工作。 或许是由于工作太忙,佟丽娅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扔在了奶奶家。 虽然后来父母将她接了回去,但她在家中过得实在不能说是快乐。 佟丽娅下面还有一个弟弟,在他们家乡,从男亲女的思想观念非常严重。 男孩在家里更受重视不说,女儿一旦出嫁,就意味着是别人家的人了,而且离婚还会被别人看不起。 很久之后,她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,大博说,这是我们家的目的,给每个儿子儿媳都已经留好了位置,可是没有我的,因为我的以后是属于别人家的。 为了博的父母的重视,佟丽娅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假小子,和一群小男儿混在一起。 除了重男轻女,她的父母一直信奉打压式教育,不管佟丽娅表现得多懂事,也得不到父母的一句夸奖。 当她最需要呵护的时候,最需要鼓励的时候,得到的不是温暖,反而是奚落和冷漠。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,自卑成为她性格的底色,受自己职业的影响,她能希望佟丽娅将来也能从事艺术相关的行业。 12岁这年,父母便让她一个人拖着重重的行李箱,从老家来到遥远的新疆艺术学院附中上学。 从这时起,她再也没有享受过父母的温情。 当弟弟沉浸在父母的宠爱中时,佟丽娅每天祈祷贪黑地进行舞蹈训练,日日都要练够十个小时往上。 训练结束后,她的衣服没有一处地方是干的,身上没有一处不是酸痛的。 年幼的佟丽娅并不明白,为什么爸爸妈妈更爱弟弟多一些,只觉得是自己还不够优秀,如果自己舞跳得好,或许就会让父母喜欢自己多一些吧。 带着这样的想法,佟丽娅在艰苦的训练中从来补掉一滴泪,比谁都能吃苦。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,15岁这年,她凭借着自己优秀的舞姿获得了参加50周年大阅兵的机会。 节日当天,她穿着自己民族的服饰,站在花车上翩翩起舞。 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家这么远,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。 北京城的高楼大厦,红砖绿瓦,一切都是那么的漂亮,从小在大山生活的她从没想过世界上还有这样美丽的地方,她深深地被震撼到了。 这趟北京之旅在她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,静静地等待着在日后生根发芽。 如此单调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四年,这四年里,弘丽娅始终不能忘记北京城的繁华。 无数次午夜闷回,她总能清晰地回想起在北京所见过的一砖一瓦,一草一木。 去北京,成为她当时唯一的愿望。 2003年,19岁的佟丽娅背着行囊远赴北京,希望在这座城市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 北漂从来不是什么童话,很快,北京就给这个异色的旅人来了一个狠狠的下马威。 童丽娅刚来到北京,正赶上非典爆发,白色恐怖席卷了昔日繁华无比的北京城。 一时之间,所有娱乐场所全部关门,所有商铺全部停业。 她本想靠着自己的舞蹈赚点生活费,现在却只能一个人被困在出租屋里, 守着兜里的几块钱和从新疆背来的一袋子囊为房租发愁。 无奈之下,她只能去找一些服务员,收银员的工作干。 就这样苦巴巴地在北京待了几个月, 弘丽娅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北京扎根的想法是多么的天方夜谭。 北京人才记忌,全国的优秀人才会聚一堂。 而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,从小就被送到了舞蹈学校学习。 学历的微不足道,文化知识的匮乏,这成为她在北京闯荡的第一个绊脚石,也成为她一生的心结。 几番考虑下,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我要考中系,我要上大学。 面对父亲的质疑,她更贴了心地要证明自己。 她带着这些日子打工打安下来的积蓄,私了工作,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专心学习。 一年后,她如愿考上了中系。 成了一个大学生。 本以为这会是幸福生活的开始,谁想到她却吃了比以前更多的苦。 童利亚的文化知识和基本功远不如同班同学,为了追上跟他们之间的差距,她需要付出千倍万倍的努力。 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普通话学习。 她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普通话学习,她那一口带着浓重家乡口音的普通话,常被同学取笑说,仿佛下一句话就要卖起羊肉串。 除了口音问题,她的长相也不是当时导演们青睐的对象。 大学期间,她舍不舍地就去剧组跑龙套,可导演们对她这种一组长相非常不看好。 要么就是骂她又黑又瘦,要么就是劝她放弃当演员。 也想过放弃,可她除了这条路实在别无选择。 终于,在2006年,她凭借《心不了情》正式出道,2008年《母一天下》中的赵飞燕,《宫锁心域》中的棉素颜,这些年来,她的演艺之路渐渐走向正轨,并终于在2010年迎来了高峰。 也是在这年,她遇上了那个她以为的对的人。 和佟丽娅接受的打压式教育不同,陈思诚从小就被父母碰着长大。 用我的家境加上父母的宠爱,陈思诚小时候几乎没有得不到的东西。 只要是她想学的,只要是她想要的,父母都会全部满足她,也从不会吝啬对于儿子的夸奖。 陈思诚透露,她小时候一直自我感觉良好,觉得自己特别漂亮。 当她16岁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上戏后,她更是觉得自己又帅又有才,自封为最帅导演。 在父母的宝架护航下,她的路比佟丽娅好走了不知道多少。 当佟丽娅还在北京卫生计发愁时,她已经拍网了自己的处女作。 当佟丽娅还在大学因为口音问题被人嘲笑时,她已经因为士兵突击被贾纳电影节提名。 二人的人生轨迹如此不同,却因为一部北京爱情故事有了交集。 2010年,陈思诚正在为北京爱情故事的悬角发愁。 她看惯了娇弱的女孩们,以至于当代有粗犷感、质朴感的佟丽娅一出现, 她马上瞧定了让她作为自己的女主角,和自己一起扮演这对北漂的情侣。 2012年,27岁的佟丽娅凭借这部电视剧《一炮而红》,迎来了自己演艺生涯的巅峰。 随后,粉丝们扒出了她在其他剧中的扮想,惊艳地将她称为古装美女第一人。 而她也凭借着出色的外貌,被眼光极其刁钻的虎扑网友们公认为娱乐圈是大美女之一, 一票一票地将她送上了第三届虎扑女神的宝座。 当网友们被她的美貌彻底折服时,她自己却不以为然,在各个访谈节目中,她表现出和她外表截然不同的自卑。 她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美的,哪怕网友夸到天上去,她都只以为这是安慰自己的话。 好不容易让她接受了自己漂亮的事实,她又说,可是我除了美,其他什么都没有。 文化知识的匮乏,始终是她心里过不去的坎。 总之,那几年她一直处于一种不自信的状态。 而陈思诚接受过系统的教育,读过两本书,幼年少有为,身上多的是自信,甚至可以说是自恋。 二人一起拍完电视剧,陈思诚对彭丽娅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 彭丽娅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接受她,理由之一就是她太优秀了,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。 经过杨幂的开导,彭丽娅还是接受了陈思诚的感情,开启了这段地下恋情。 陈思诚身边从来不缺女伴,她和彭丽娅在一起也压根没想着公开。 一直到二人一起上节目,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彭丽娅才主动公开了二人的关系。 站在一旁的陈思诚明显没有预料到她的这个举动,当即脸色就变了,极不情愿地拥抱了一下佟丽娅,象征性地抹了一下眼泪,不情愿简直溢出了屏幕。 就这么在一起四年后,二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在男尊女被思想的影响下,彭丽娅的父亲在节目上语众心长地劝女儿。 他们二人的感情显然是不被外界看好的,二人公布婚讯那天,虎扑网友纷纷刷帖妻之恨不共淡天。 各大媒体也在二人行婚之际,追着彭丽娅问陈思诚出轨了怎么办。 面对这些问题,彭丽娅把对方出轨的所有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,我会好好表现,然后争取。 我会迅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。 甚至最后只能卑微地说道,只要她能回家就好。 当二人抄价时,彭丽娅也不会等着陈思诚来哄自己,相反她还会先去道歉,先把对方哄好了。 比起彭丽娅的贝威,陈思诚的言行一次次地让人刷新三观。 她曾在采访中朝别人分享自己的烟头烫伤不小心烫伤彤丽娅的事情,语气中没有一点心疼,甚至还说挺有意思。 刚结婚不到一个月,她就在采访里公开表示谁都会出轨,以男性的劣根性来解释这一行为,自己一个人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男性,丝毫不顾其自己将旁边的童娅置于何种处境。 之后,她还公开批判了现代归宁制度,故吹古代的一夫多妻。 话是这么说的,她也这么做了。 结婚之前陈思诚一向是个风流公子,结婚后也并未稍加收敛,反而因为有了一个给自己擦屁股的人而愈发张狂。 结婚没有半年,陈思诚夜灰美女被狗仔抓了个正着。 女伴亲密地靠在陈思诚的肩上,手挽手走进了一所公寓,孤男寡女在里面待了六个多小时。 这件事刚被曝光,彤丽娅马上在网上里挺陈思诚。 陈思诚显然没有对佟丽娅的大度心存感激,仅仅几个月之后,她直接被爆料了两个出轨对象。 甚至于,在彤丽娅怀孕的时候,她也没有一点收敛。 随后,陈思诚又被爆出在酒店业会两女,三人一起打麻将打了三个小时才离场。 而这也成为压倒他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对于陈思诚的种种行为,彤丽娅的粉丝们看在眼里及在心里。 陈思诚出轨事件曝光后,彤丽娅的父亲没有丝毫地表示,也从未公开给女儿撑过腰。 反而在事发不久,点赞了一条劝人忍耐的微博。 彤丽娅父亲的操作让粉丝们大跌眼镜,情绪激烈的网友直接开骂直男癌。 女许出轨时她不闻不问,粉丝此评论一出,她立马急地跳脚,要牙切齿住网友的父亲去死。 所有人都知道彤丽娅的婚姻不幸福,只有彤丽娅一个人不知道。 2017年,陈思诚正被夜会二女丑闻骂的体无完肤,彤丽娅一改往日的懦弱卑微,在朋友圈发了一条重新开始的动态。 因为陈思诚喜欢长发,她便几十年长发不曾改变。 如今,她决决地剪去了衣头绣发,以干净利脱的短发亮相活动,惊艳众人。 2019年,她一身白衣纯洁,在国家大剧院中翩翩起舞,整场演出作舞虚席。 她以萨爽的短发拿下一个又一个沉甸甸的奖杯,然后在520这天,潇洒地宣布离婚喜讯。 离婚后的她拍戏,跳舞,和朋友聚会,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一一生辉,整个人的状态好到不行。 38岁这天,她手捧蛋糕眼神有光,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受气小媳妇模样。 前夫送来生日祝福,她一句礼貌又疏离的谢拉一笔带过。 她积极地投身公益,成为中国棉花公益推广大使。 她积极地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,在微博上分享家乡美食, 以出品人的身份参与我从新将来的纪录片拍摄。 她积极地提携后辈,将小演员们推向更大的舞台。 我只希望,我能让他们的视角再宽一点,再大一点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